如果你被宣告了死亡时间 但又有幸逃过了此界 你会不会更加珍惜这第二次人生 天才调香师祖马龙女士 不幸也有幸做了一次这样的选择题 作为当代最知名的调香师之一 她的成功人尽皆知 也被授予英国司令勋章 但她的低谷和困境 显为人知却更为动人 15岁因患阅读障碍而退学 却没有自暴自弃 找到了上帝为她开的另一上床 出色的嗅觉 38岁确诊乳腺癌 并被告知只剩下9个月的生命 却没有怨天尤人 以积极的心态寻找治疗 并战胜了癌症 39岁因治疗癌症 失去她最珍贵的嗅觉 也因此推出了香氛行业和最初的事业 当所有人都惋惜 一个香氛天才的陨落 失去了三年的嗅觉 近奇迹般恢复 在一次采访中 祖马龙女士分享道 不能做我热爱的香氛事业 我就好像行尸走肉 这感觉竟然比得癌症更可怕 也正是出于这种热望 她在涅槃重生后 毫不犹豫 再次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次香氛创业 就Love 人们说 顽强是祖马龙女士的代名词 她希望通过这次创业 再次改变世界 她将她的重生 蜕变和历练 凝结成了一种 更为成熟的嗅觉记忆 通过更丰富的嗅觉层次 和绵延的流香 她希望我们 也不再是生活的过客 而是所助美好顺情的记录者 这也是她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